张化仙一间自住洗衣店 17号晚上突然窜出一条大约1.7公尺长 长一共呢是重达了11公斤的金色巨蟒 吓坏不少来洗衣服的客人 消防队接获通报之后 立刻到现场来捕捉 那没想到因为蛇身呢太粗壮了 捕蛇夹根本就夹不住 消防队员呢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才把这一只身价昂贵的缅甸蟒给抓进桶子里面 也公告来寻找四主了 要是最后呢没有人认领的话 后续就会开放给民众来认养 洗衣店内有蛇出没 一条长约1.7公尺的黄金色蟒蛇 从墙壁的角落窜了出来 当场吓坏了在店里洗衣服的客人 洗衣店内是一阵骚动 消防队员结获通报也立即到场捕捉 但没有想到这条蛇 因为实在太胖了 捕蛇夹根本夹不住 也很难塞进桶子里 消防队员出动了两只捕蛇夹 还有人拿扫把在一旁帮忙 一群人费了好大一分功夫 才将这只蟒蛇成功捕获 原来这条蛇是缅甲蟒是巨型蛇类之一 他的蛇身比成人的手背还要粗 不知道是自己偷溜出来玩 还是被四主给弃养 动物防疫所说 近年饲养宠物蛇的风气盛行 而弃养或走失的事件也增多 将会进行公告 寻找四主 若是无人领回 后续也将会开封任领 借到贸张花报导